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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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到第三節的《城市》 再討論壇 這次的《Chat room》 我們的網友很激動 我覺得像噴了殺蟲水 噴了然後蟑螂全部都在 似乎大家的誤性就差一點 沒什麼罰性 有個朋友Michael Courier 他說自己有鬼 所以一聽心經就會點 我建議你一會兒去打進去 告訴潘兆聰 求主說過了 為何要埋關子 其實原因就是這樣的 今天三首歌都是同一首歌 都是心經 不過剛才那天當然不是關淑儀的版本 是王菲和張智霖的版本 當然也說過了 張智霖根本沒有關係 主要是王菲唱 我覺得整首歌是心經的大跌 有很多人唱的 有合唱、有讀唱 只有三個版本可以好聽 可以聽的版本我就播了 一個是關淑儀的版本 一個是王菲的版本 其實最後在節目完結之後 我知道大家都會關機的 不會聽的 但如果聽的 你都知道那個版本是誰 不會是Alan Tam的版本 當然是梅艷芳的版本 我覺得這三個版本 都是可聽的 唱得都不錯 不單是不錯 相當好 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他們是 特別是唱這首歌的時候 每一個音 都盡量避免有太多的玩音 或者太多裝飾 是用比較清的方法來唱出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他們都盡量希望達至到一個比較空靈的感覺 證明到 從這次的這首歌 就會聽得到唱功的高低 他們那個吾聲對於那首曲 本身和那個詞 想表達什麼 都會有他的感應 然後用藝術方式表達出來 這就是我欣賞他們唱康的地方 以及唱功的地方 當然他們自己有各自的風格 但我都講過了 我覺得最好是江淑儀 因為他的唱康最適合這首歌 其次就是剛剛那首王菲 因為他唱得比較清 他的清的感覺 他唱這首歌 就會給你一種 怎麼說呢 出塵 他又不是出塵一點的感覺 超煩脫綜 沒錯 總之沒有暈的 總之聽到 他不是一種飄 不是一種很迷幻的感覺 而是一種 是的 我就覺得江淑儀是流於 鬼略一點的迷惑 就是妖 有妖性的 回妖 但是那種妖 就唱這首歌 好像幾能夠打入到你的心裡 但是那種就比較出塵一點 所以王菲那種飄法 是大潑一點的感覺 我覺得是飄法 是的 關淑儀就是兒子一點的飄 OK 這個我就討論不到 最後那一隻就是阿妹那一隻 阿妹那一隻 就是林 劉華呢 劉華呢 有劉華的一隻劉華獨槍 我想用這個機會 當然不會播劉華 但是重點就是 馬上來的車可能不停搭 對 那也不會 就是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搜尋劉華的版本出來聽 如果你搜尋完劉華的版本出來 對比這三個版本 你都不覺得劉華唱歌難聽的話 那我們就真的不用聊天 因為那個對比實在太明顯了 是明顯得很重要的 剛才最主要就是我第一個點 就是劉華仍然會以他唱這個愛不原的方式 唱的很多玩音的啊 高音的啊 就是完全不能夠掌握每一種不同的曲 或者藝術形式的那個本質在哪裡 去表達 總之 嘩 我... 嘩 我喉嚨有聲音想唱出來 就唱出來咯 所以呢 這些就是基本劉華的粉絲 如果你要明白 拿完它出來 對比一下 那就知道了 我們是不是有電話 好吧,哥哥仔會接,我再講多一點國情教育問題 除了洗腦問題之外,如果你看完洗腦後還沒死,再繼續看其他 都會發掘到很多有趣的東西 譬如他在第132版也有講到,每期都要教學生歌懂得好好打扮自己 可能怕你變電車男,但他所謂好好打扮自己 到中學的時候就告訴你,原來是要簡樸,即是牛幾粒記 教完一大餐,其實都是牛幾粒記 又不知為何一個不簡樸的時裝有什麼問題 第二就是在第171版也會教別人,我到朋友家裡學唱K 不是,不是學唱K,是到朋友家裡唱K 從中學教你如何有禮貌,如何尊重別人 我覺得這個是要教的,因為很多時候人們唱K 譬如放三支麥克風,三個都拿來,然後鬥大聲 那簡直辛苦就不行,也是耳朵受罪 所以我覺得這個一定要教,不是去到別人家裡 不要當別人家貓或是工人用 而是教他,最好大家事先說定 不如我們每人唱一部分吧 或者每人選一支歌輪著唱,這樣就好一點了 然後173版也說,竟然教一票都不能少 我差點以為用文寫下去 那就叫人出來要做選民 另外第187頁就說,我是超市格格專家 不知是否想霸返地產霸權,還是做蘇斯王 現在這期要長的,所以如果有小朋友 你覺得他值不值得花這些時間去學這些東西呢 性教育是有的,性教育有在裡面 也說一下男女拍拖,婚前性行為 我反而覺得這個他都寫得OK 譬如他都會說,你做老師的可以告訴他 婚前性行為有什麼好,有什麼不好 有什麼對人有什麼影響,各樣各樣 都不是說完全一套地告訴你 千萬不要婚前性行為 明白 有沒有教招式,一定沒有 那個重點就放在這裡 我在聽電話之前就說多一句 我自己就不是太擔心 第一就是蕭先生剛才的節目都有說 其實香港的問題是你做不得貫徹的 因為有太多互聯網 有太多不同的訊息去告訴你 你要對抗是不容易的 還有這些國民教育 擺明是悶到害怕的 悶的東西是贏不了的 是一定會輸給一些不悶的東西 反而其實他還是跨了一個 哪些為止悶,哪些為止不悶 告訴你,不是這些就不悶 譬如他有教導的,不要說髒話 還有互聯網要選擇那些內容 譬如色情、悔人悔道 那些不好看,色情不好看 粗口節目那些不好聽 可能也會在裡面 還有第二就是他無法對抗到 香港的家長甚至是學生的功利 因為大家都說我公理就是賺錢 最重要的是 讀一間國際學校 然後去找一間外國好的大學 回來做Ibank 這些就最好了 但當然有些人沒有這樣的本錢 沒有喝過這樣的家庭環境 但他看也會這樣看 所謂lookup 都可以試一下 學一下英文 他的公理就只會看這些 不會覺得你學到學生教育 就會成為經官 所以你對抵不過香港市民 家長學生的功利 所以我不是太擔心 這個市場是很強的 其實他現在就說 一個星期一至兩堂 他說這件事 其實就是讓學生哥多睡一堂 明白,挺好的 好,我們聽電話 你好 K 你好 醫生劉翁你們好 是這樣的 我想說回 其實我這次是有發言的 我想說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我覺得 我們本身 因為維園行動也好 我們人民也好 泛民的朋友 就不用想一定是反對的了 但經常會被市民誤會 我們是萬目反共 萬目反什麼 所以我們因為 政府抹黑會得太厲害 所以我一開始就很強調說 我是贊成的 我們中國民族是好的 我們要贊成的 是因為道德觀是好的 然後 然後 但是我們記得那些歷史教訓 特地強調這件事 記住六四 記住那些 劉曉波那些東西 其實這一個 我想先說 就是特地去這樣 然後其實後來 是少少曲線 是想說回 因為我做 跟同事教育界都一段時間 理經 其實我發覺 很多學校的校長 真的很拆鞋 一個人 也是 因為他罰工 對呀 尤其是他那個 nature 就是只有拆鞋的人 才去到那些位 對呀 我就說 你不要只顧著 只是做官 拿到下方來做官 幫自己 這樣 第二樣東西就是 其實想說回 因為現在這一陣子 我們聲勢比較差 那維園阿伯回來了 這樣 你聽到我發言的時候 或者一些泛民的朋友發言的時候 甚至社民連的朋友發言 他都是很吵 那些阿伯 民建聯那些是拍手 那最後謝梁峰到中段的時候 已經說走了幾個 然後站起來 在那裡 就是小小聲 我看民建聯那個女生 挺漂亮的 是民建聯的 民建聯那個人真的漂亮 見過幾次 是嗎 但是說話又差到呢 是啊 差到你可以在她後面配音 那就完美了 不過那些說話就 我不說了 那樣子真的挺漂亮的 可以說那些秩序又差了 現在 明白 所以真的很想請回 各位朋友 如果真是支持 我們人民和支持泛民的話 真是出下城市上談 現在是變回馬祭出現之前的情況 真的在秩序亂 不過幸好 那些 幸好是馬業成也在那裡 對 幸好誰在那裡 文先生和許先生都在那裡 他的阿伯都有上來罵我們 然後文先生和許先生就說 不是不是現在的小孩 沒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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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社民連有位朋友 又被警察抓 他不是抓他 是警告他 然後跟警察 吵起上來 因為那個大聲公伯伯罵他 他罵他一句 然後警察就是抓那個 社民連那個小朋友 明白 然後文先生就出來 跟警察說 跟警察就是這樣 就算了 就算了 搞了 其實真的 我們要 當然 我們那時候 跟維園阿伯有一定程度的 聲聲相識 大家有一點點默契 現在 現在還亂 現在 馬仔來的時候就走了 然後馬仔沒有來之後 然後他就回來 他就不知道中段發生什麼事 好 就當正我們仇運 好 好 謝謝你阿Kate的報道 好 接著我們有洪先生 兩位好 洪先生 好久沒跟你談 有兩點想說 好 第一點就是講一下這個 國民教育 我想這段事情應該是 應該是